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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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建立了外交关系 是新中国在世界上的第四个建交国家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 匈牙利总统还亲自出面 邀请灾区的50名中小学生去匈牙利度假疗养 这几年 匈牙利在中国又火了一把 因为中国人最喜欢去匈牙利买房子 据统计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每年都有几百套房子被中国人买走了 中国人已经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境外房产投资人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去匈牙利买房子 主要有下面几个因素 一 匈牙利房价很低 首都布达佩斯美形方米 大概在五千到一万五千人民币之间 只有北京的十分之一 而且人家是永久产权 花很少的钱 就能享受到欧洲的优美环境 太值得了 二 匈牙利的饮食跟中国有相似之处 对于吃不惯西餐的人来说 这里是最佳的欧洲去处 三 匈牙利属于欧盟国家 只要在匈牙利买一套房 就可以拥有匈牙利护照 全欧洲免签证 这个诱惑力太大了 对于这个现象 匈牙利人没有像美国人 加拿大人那样抵触 而是表现出了非常欢迎的姿态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 中国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摆脱贫困 迅速致富 给人民带来如此大的希望 接下来的几十年 中国将在欧洲发挥重大作用 会为兄中和欧中的关系带来巨大一处 两千年前 中国北方的匈牙 第一次介入匈牙利 两千年后 中国人再次来到这个地方 世界就是这么神奇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on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Wik 还不是 在几十年 mark 我们的东西 我们在几十年 看更多责任务 我们的东西